我们佛门 这是一个道德的教育 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 黎秉南老居士 往年在台中办一个经学研究班 只有八个学生 我记得八个学生 五个男众三个女众 学生入学的标准 是普通大学毕业 学服一年以上 可以报名 填写志愿 参加这个研究班 研究班的学程是四年 等于研究所 不过这个研究所 国家不承认 这个没有关系 承认不承认无所谓 确确确确实实 你的学历 等同波斯学位 学习经论 李老师 秦了五个老师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还记得 有一位刘如浩浩老师 在家居士 有徐行民老师 周嘉玲老师 我一个 另外还有一位 中心大学的教授 也是李老师的学生 李老师本人一个 六个人教我 我在这个研究班 担任的是 剥弱课程 给学生受金刚剥弱剥弱金 开学的这一天 李老师提倡 兴孤立 当然这些学生家长 他们不懂 李老师代表同学家长 先拜佛 拜佛完了之后 请五位老师上座 李老师代表 学生家长在前面 八个学生在后面 派成两派 向老师行 借助李 顶礼三百 非常可惜 那个时候 没有现代这个录像设备 要有设备 应当把它录下来 播放给大家看看 怎样对待老师 设计上我们这五个老师 都是李老师的学生 但是李老师 现在是以家长身份 代表家长 给老师行最近 学生 学生看到感动 我们这些被老师选出来教学的人 怎么能不负责任 怎么能不负责任 怎么能不认真教学呢 如果不认真地教导学生 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学生家长 尤其老师代表学生家长 我们不但对不起学生家长 对不起老师 老师这番苦心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这个古离 我们还是要把它复兴起来 这不是封禁 这不是落伍 这是教效 较劲 这是教学的大根大本 低堂括 现在人统统把它束缺掉了 我们随顺社会的风尚 随会随顺社会的风俗 那些隆重的礼节 我们往往也把它省略掉了 但是细细想想 对不对呢 不对的 孝亲尊师在社会上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不提倡 我们不提倡谁来提倡 那么现在 居士林跟进宗学会 大型的三规传授 还有 还有这个仪式 普通 两三位来 求授皈依 我们把这些礼节都省掉了 都简化了 实际这个里头 有很大的道理 我们要知道 要极力提倡 这样才懂得 四身之道 阿南再次地问 世间人 要是以卧翼 对待老师及道德之人 这个地方 教书的老师 在学校里面担任教职工作的 古时候尊敬 只要听到你是教书的老师 都是另一眼相看 虽然 你的生活环境很贫穷 社会大众尊敬 如果是做学生 是自己的老师 那更不必说了 慈敌阿南问得好 卧翼向师 即道德之人 其罪云火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是否认识 我现在认识